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人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2月12号开始,红运当头,大展身手,抓紧机会,财运事业都高升,在流转的时间里,12月12日将成为鼠猪、鼠兔的三大生肖的黄金日子,预示住一轮事业财运的高升。 这个时间节点被视为一个机会之窗,而在这个窗口里,鼠猪、鼠猴、鼠兔的人将迎来职场的春天,为自己的事业和财富插上飞翔的翅膀。 鼠猪的高情商与创新意识 首先,鼠猪的人在这个黄金期间将会展现出高情商和创新意识的独特优势。 猪年生人天生,具有与人相处的优越性格,懂得倾听,懂得感受他人情感,使得他们在团队协作上更具默契。 而且,鼠猪的人通常富有创新精神,能够在工作中提出新颖的观点和解决方案,这样的特质将在黄金期间得到更好的发挥,并有望在事业上脱颖而出。 赢得更多的认可,对鼠猪的人而言,把握机会,大胆展现自己的优势,才能是在黄金期内最重要的一环。 在职场中,展现出高情商和创新意识的同时,更需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机遇,勇敢地冲破困境。 这样才能在事业上赢得更大的成功,相较于鼠猪的高情商,猴年和兔年的生肖则以细心,积极乐观的态度,在职场获得重大突破。 猴年的人聪明灵活,擅长观察和分析,细心如微,这使得他们在工作中往往能够在细节处做到尽善尽美。 而兔年的人通常个性温和,对待工作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。 这样的心态有助于他们,在面对挑战时,保持冷静和应对从容。 在这个黄金时期,猴年和兔年的人要更重视团队协作和个人表现的平衡。 细心如微的猴年人可以,透过在工作中,展现出色的细节把控能力,为团队带来更多的价值。 而积极乐观的兔年人,则需要更重视团队协作,与同事共同奋斗,形成合力,共同推动事业的发展。 对于属猪、属猴、属兔的人而言,12月12日后将迎来职场黄金时期,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机会达到事业和财富的新高度。 在这个过程中,展现个人才华和抓住机会,是至关重要的。 事业的高升,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力,更需要敏锐地发现,并把握住机会。 在职场竞争激烈的今天,除了个人能力,人际关系的建立,也显得格外重要。 属猪、属猴、属兔的人,在黄金期内,可以透过加强与同事,上级、下属之间的沟通与合作,打造一个和谐的团队氛围,共同为事业的发展努力。 这样的团队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工作效率,也能为个人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支持。 黄金时期的到来,无疑是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。 然而,在迎接事业和财富的高升时,我们也需要思考和反思。 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,我们是否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谦逊? 在和同事、团队协作的同时,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,成功往往伴随着挑战,而挑战则需要我们具备更高的综合品质。 在这个黄金时期,我们不仅要注重个人技能的提升,更要注重团队协作和人际沟通的能力,只有透过共同努力,才能真正实现事业和财富的共赢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谨记成功,不是唯一的标识。 在事业和财富的追求中,我们更要注重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的热爱。 只有在追求成功的同时,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全面发展。 12月12日的到来标志著属猪、属猴、属兔的人将迎来职场黄金时期。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,我们不仅要善于把握机遇,更要注重团队协作、共同努力、事业和财富的高升。 不仅是个人的追求,更是团队的共同目标。 在追逐成功的同时,我们更要注重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的热爱,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全面发展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,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兴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老婆发福,老公就发财,发福等于望福发大财的三大生孝女。 渠道极传道,相信对于大多数女人而言,最重要的莫过是自己的外貌,除此之外便是身材了。 而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都不相同。 在唐朝的时候,大家皆以胖为美,杨贵妃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 她们认为女子身材比较丰满,看起来朱圆玉润的,比较有福气,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。 但在现代社会,胖却是每个女人最大的噩梦。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,哪些女人越胖越有福气,越发福越能望福呢? 一,生肖鼠,家有鼠鼠女,贵气不出门,特别是胖胖的鼠鼠女,堪称硕鼠,能镇守家庭财气。 虽然是个很现实的女人,但注定能让家门只富不穷。 鼠鼠女人若发福,等于劳工会少奋斗个好多年。 她们五行属养水,发福等于财气长,因为生活不断变好,养尊处优,所以鼠鼠的女人才会发福。 而一旦鼠鼠老婆重了好几公斤,表明近期自己和老公的偏财运,都有大涨偿红之势,是发财前的征兆。 因此属鼠女,更应该保持身材匀称,不要刻意减肥。 二、生肖猪。 属猪的女人天生性格乐观豁达,心胸开阔,正所谓向游心生。 心宽体盘后的属猪女,对待生活也更加乐观向上。 她们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,不仅自己身心健康,对丈夫的事业也会有很大助力。 丈夫处理事务时也更加乐观,很多事情都会迎难而解。 事业发展也会越来越顺,财运自然亨通,日子越过越富有。 三、生肖鸡。 属鸡的女人,她们是天生丽质类型的。 属鸡的女人,从来找不到一个胖子的。 她们身材高挑,也很会打扮自己。 是十二生肖女中最出色的那一个。 属鸡的女人人缘好,能够跟任何人达成一片。 朋友多得数不清,她们也有一颗惠致蓝星的心。 谁要是娶了她们,那真是祖先几辈子,几钻回来的功德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,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奉兄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惹不起,天生上等命的四大生肖女。 越老越迷人,一生不缺钱花。 世上几乎没有一个女人,不需要为了钱财、家业、事业。 乃至是子女操心的。 而最有福气的女人,不是最富贵,则是操心少。 这样的女人,不仅有福有长寿,更是一定有一个,极其宠爱自己的老公。 这份天赐的福气,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。 在十二生肖中,就有几个生肖的女人,是典型的上等命,注定惹不起。 越老越迷人,一生不缺钱花。 属马女,属马的女性是典型的上等命,注定惹不起。 越老越迷人,一生不缺钱花。 属马的女性朋友感知能力很强。 她们虽然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, 却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。 在家庭当中,生肖马能够扮演好一个, 好妻子,好妈妈的角色。 事业上也知道进取。 关键在于,她们命中多富贵。 无论生活和事业上都相当顺利。 运气上加。 另外,对于丈夫事业上的帮助, 也是功不可没。 生肖马超强的感知能力, 会让丈夫在成功的道路上, 少走很多弯路。 算得上是丈夫的贵人。 有此妇女在身旁, 想不发财都难。 属兔女。 属兔的女性是典型的上等命, 注定惹不起。 越老越迷人, 一生不缺钱花。 生肖兔的女人, 虽然自己一个人闯荡社会, 会吃不少苦头, 会遇不少困难于坎坷的, 但是最后收获会有。 而且她们在家的时候, 还是很受家人保护的。 恋爱结婚也是会遇到好人, 得到很好的疼爱的。 就这两方面来看, 她们的命还是很不错的, 只要自己不折腾的话。 属虎女。 属虎的女性是典型的上等命, 注定惹不起。 越老越迷人, 一生不缺钱花。 属虎的女人生性强势, 霸气侧漏, 很有当女领导的天资。 成婚前她们, 一向都在打拼自己的工作。 并且取得了适当不错的成果。 富贵逼人。 不过她们骨子里, 仍是很巴望家庭的温暖。 成婚后, 会全神贯注地为家庭付出。 甘心放下从前的全部, 把家里打理得有条有理, 还能在工作上帮忙自己的老公。 两个人一同斗争, 很快就能开创出, 归于自己的六合。 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。 属猪女。 属猪的女性是典型的上等命, 注定惹不起, 越老越迷人, 一生不缺钱花。 属猪的女人, 男人有懒福, 她们福气深厚, 大吉大利。 从小是寒柱金钥匙出生, 长大之后还自带富贵命格, 与金钱最有缘分。 懒人有懒福, 福气深厚, 虽然个性懒散, 不愿意做家务, 也有人疼爱, 一辈子不愁金钱, 不愁富贵, 活得非常好运。 祝愿读者, 身体健康, 横财不断, 心想事成, 事事顺利, 福星高照。 让我们一起流言祈福, 皆财皆好运吧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, 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奉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 孝口敞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, 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